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na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我们上课 上一次我们谈到 說這個星期要跟大家談一談 為什麼會有智慧財產權 它的發展到底是怎麼來的 那不同的智慧財產權 它的發展的這個背景是不一樣的 那講這些發展的過程 只是讓大家了解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制度 它制度設計的目的到底在哪裡 那第一個我們來看看著作權的制度 著作權的制度上次提過說 在很多國家其實並沒有 包括這個文化非常豐富的中國 幾千年的文化下來 似乎並沒有產生出著作權出來 那反而大家覺得說天下文章就是一大抄 你抄我的 我抄你的 抄來抄去 那抄不是壞事 抄是一種學習 各位小的時候可能也都被老師 罰抄寫過這樣子 那但是除了學習之外 你要進一步要有所創新 抄是這個用過去前人所創造出來的 智慧的一個成果來豐富你自己 那讓你學到如何來創作 那更重要的是你必須要自己能夠要有些創作 那著作權法在過去在羅馬法的時代 其實早期並一樣的跟很多國家一樣 都沒有著作權的制度 那在中世紀特別是這個歐洲的階級制度 跟行會的制度這個非常的嚴格 那行會指的就是說 你要這個做某樣子的一個行業 你必須要加入這個行業的一個 類似於像工會這樣的制度 你才可以去經營這樣子的一個商業 那因此在過去的這樣子的一個制度底下 其實社會上這個似乎並不認為說 著作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大家認為說 這個像商業的經營、經商 你去養了一頭牛、一頭豬 然後你來賣 那你可以獲得不少的錢 但是你去弄一本書 去把它印製一本書 那過去其實在印刷術還沒有傳入歐洲之前 一本書要變成兩本書呢 這個呢就是必須要靠人手去抄寫 那在當時知識也不是那麼的普及底下 能夠抄寫的人不多 那能夠看的人也不多 因此整個來講其實它的市場並不大 那當時就有一些這個修士 就是在修道院裡面的這一些傳教士修士 那他們就認為說他們是這個為上帝、為神而服務的 所以他們也不去計較說去抄書 他的經濟上的效益到底是如何 他覺得說這些東西他要把它抄寫一份 然後呢把它流傳下來 那當時也沒有什麼指 所以說抄寫很可能就抄寫在這個牛皮 或者是羊皮這上面 那然後呢把過去的這個知識呢 把它給流傳下來 那這一些傳教士他們也不求回報 因此他們當時也不會去想說 他們對他們所抄寫的應該要什麼樣的權力 或者是說創作的人應該有什麼樣的權力 他們認為說其實寫書的人呢 不太值得需要什麼鼓勵啦 反而是抄書的人比較辛苦 要不然的話各位回去把王哲健老師的 任何一本書拿來抄一次 你們看辛苦不辛苦 那就會知道說這一些 這個修士們他們這個犧牲奉獻的精神 真的是令人感佩 那就在修道院裡頭 這個去抄寫這一些東西 那慢慢的後來印刷術就傳入了歐洲 那那個時候就因為用印刷的這個東西 這個包括還有紙啊 印出來的東西比較精美 那這個但是呢 當時你要去經營一家印刷廠 其實困難度是很高的 因為當時那個是所謂的 就是簽字的那個活體的這個印刷 那歐洲都是字母啊 那你看看當時的紙啊 不是說像現在A4的這個賽史 你們去博物館去看看 當時的這個書都是好大的一本啊 那這個字當然也很大 那裡頭的字呢 當然都是用字母排成的 那你看光光一頁裡頭相同的字母 它會出現幾次 可能譬如說A 它可能出現了五六十次這樣子 或者是T也出現了幾十次 那你要印這個東西 你必須要去做出幾十個A 幾十個T 然後把它組合排成一頁 然後呢就印這麼一頁 然後呢到了下一頁的時候 你就要重新再把它排版再組合 才能夠再印下一頁 所以當時能夠開印刷廠的 其實也不是那麼容易 很少數的人能夠開這個印刷廠 但是當時大家覺得說 那這個也不會想說要給作者呢 任何的鼓勵 他們覺得說寫書只是一張紙跟一支筆 這樣子搖搖筆桿 你就能夠寫書書出來 但是你要印書啊 你沒有那麼大的這個財力的這個投入 根本印不了書 因此他們覺得這個印刷的人啊 反而是比寫書的人還要來得重要 所以也不會想說給寫書的人 什麼樣子的鼓勵 那慢慢的印刷數越來越普及 這個印刷的成本越來越低 能夠開印刷廠的人就越來越多 那在這個時候大家才赫然發現說 那如果作者不寫書的話 那我們印什麼呢 才發現說 哦 原來最重要的還是寫書的人 這個創作者 所以他們慢慢的就想到了說 那我們應該要給這個作者一些權利 讓他能夠獲得這些出版商 他們出版這些書印刷這些書到市場上去銷售 能夠得到的經濟利益呢 要回饋一些給作者 那基本上他們認為這樣子的一個作者 他得到經濟利益這樣子的這種權利 這樣這件事情呢 到底這樣的權利是屬於人格權或者是財產權 那有相當多的爭議 那從天賦人權的角度來看 會比較傾向於認為說 這個是屬於一種人格權 因為創作 它是每一個人的一個精神的展現 但是你如果說從他獲得的金錢來講 這個其實又是一種經濟上的利益 那在歐洲他們認為說這個人格權的保護呢 是不可以忽略的 縱使他是用金錢來表彰 但是這裡頭人格的這個展現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歐洲他們不叫做copyright copyright是英文的稱呼 這個在歐洲他們向德國叫做 Wall have rest Wall have rest 就是作者 作者權 所以其實翻譯成英文叫做 Others right 不是copyright 那作者權就是強調 作者的這個人格的利益的保護 所以在早期雖然有人認為說 它是一種純粹的人格權 也有人認為說 它是一種純粹的無體財產權 但是慢慢的就合而為一 那在我們的著作權法 跟大部分的國家的著作權法裡頭 都會去規定著作權人享有兩類的權利 一類是著作人格權 另外一類是著作財產權 那什麼是人格權 什麼是財產權 這以後我們還會再講 那人格權包括說表示姓名 或者是說你不可以隨便去篡改別人的著作 這樣子因為改了之後 就跟人家做的精神內容就不一樣了 那這個叫做人格權 那著作財產權就是像重製權 公開演出、公開上映等等這些權利 他可以透過這些權利的行使 去得到經濟利益 這個叫做財產權 但是在美國 它是比較不承認這種著作人格權的 他們認為這個著作權呢 基本上就只是一種這個經濟性的權利 它並不是一種財產 並不是一種人格權 所以在美國的著作權法裡頭 其實並沒有著作人格權的規定 他們人格權的這個保護 就依照一般的common law去受到保護 不像大陸法系的國家 把這個人格權的部分 把它明定在著作權法裡頭 那雖然大部分的國家在規定的時候 把這個人格權跟財產權分別規定 然後都放在著作權法裡頭 但是在這裡有一個很特殊的情形 就是德國 德國呢 他認為著作人格權 著作權啊 人格權跟財產權應該是一體的 這兩個呢 是不能夠截然劃分的 那他們有一個過去很有名的 一位著作權法的大師 他呢就提出了一套理論 他就用一棵大樹來比喻 什麼叫做著作權 他說呢 著作權就是一棵大樹的樹幹 然後呢 著作權法所賦予的各種權力 像重製權啊 或者是公開演出公開上映的這些權力 就像是樹枝 那諸作權法所要保障的財產上的利益 跟人格上的利益 就好像是樹根一樣 所以每一個樹枝上面 它的樹葉或者是說它的果實 它的養分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你很難講說我這顆果實 它是從右邊的這個樹根 吸收養分上來的 不是 它是從右邊從左邊 所有的樹根都分別 吸收一些養分 然後通過樹幹 然後到達樹枝 然後供給給這些果實 所以每一個樹枝 跟它上面的這些果實 它的這個養分其實同時來自於 人格的利益跟財產的利益 那所以不應該去這個嚴格的去區分 說財產權到底是有哪些 人格權到底是有哪些 那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就叫做一元論 如果在諸作權法裡頭 把它明白講清楚 人格權有哪些財產權有哪些 像我們台灣的諸作權法 這個就叫做二元論 那目前一元論的國家 畢竟還是少數 大部分都還是採取二元論的國家 但是德國這樣子的一個講法 其實也有它的幾分道理 人格權雖然說是人格的利益 但是它也會牽涉到經濟上的利益 那財產權除了經濟上的利益 有些財產權其實也會牽涉到人格的利益 這個是互相這個會有所影響的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這個理論底下 這個目前可以說近代這個各國 都採取了這樣子的一個 著作權法的這個制度 來鼓勵文化上的這些創作 那相對於著作權 專利就比較有趣 比較複雜一點 專利在很多國家 像在日本他們就叫做特許權 特許 那特許就是一種這個君主君王的恩賜 那為什麼會有專利制度的出現 在早期其實並沒有這樣的制度 但是歐洲剛剛講的在這個宗教 然後還有在韓會階級 各方面的嚴格的控制底下 其實歐洲的發展並不是那麼的順利 然後有一段時間就進入了黑暗時期 那各國為了要促進各國的這些經濟發展 因此也都設法想出各種的方法 這個希望能夠來刺激他們的經濟的發展 那這樣子為了要達到這樣的目的 那有些國家就用君主的恩賜 來達到這樣的目的 那君王就發佈了命令 告訴全國的人民說 任何人只要你能夠拿出新的東西來 新奇的東西來 過去市場上從來沒有看過的東西 那以後這個東西就由你呢 這個第一次提供的人 他獲得專賣權 也就是說呢 從此以後這個東西就只有第一個提供的人能夠賣 別人都不准賣 也就是透過君主的這個地位呢 賦予他一個獨佔權 一個壟斷權 那很多人都覺得說那這個不錯啊 所以就紛紛地去設法找出新奇的東西 在市場上過去所沒有的東西 然後呢拿到市場上來賣 所以當時很多商人就趕快到很多鄰近 或者是更遠的國家到市場上去找出一些 過去所沒有的這些東西 然後呢來這個輸入自己的國家 然後呢來獲取這樣子的 取得這樣子的獨佔地位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獎勵措施底下 那市場上很快的就充斥著很多新奇的商品 那這些商品當然也就刺激了很多消費者的購買欲 所以市場就一片蓬勃 看起來好像很不錯 但是過了不久大家發現說 好像並不是會一直蓬勃下去 因為很多商人他為了要獲取更多的經濟上的利潤 他呢就會提高商品的價格 那反正這個商品只有他能夠賣 別人不能夠賣 因此價格水塌地 那他也可能這個減少供給量 那最後的結果就變成很多消費者就怨聲載道 說這個市場上的這些商品雖然說很新奇不錯 但是實在是太貴了 我買不起 那然後就不買了 那不買呢 那整個市場就又回歸到過去的蕭條的狀態 那在這個時候歐洲的這些國家的君主 大家也都束手無策 那結果不久之後他們看到了這個英國 英國他過去一樣他實施這個所謂的特許專賣的制度 因為給他一種獨佔權、壟斷權 這個就是一種專賣制度 那包括鹽、鐵、醋、皮革、肥皂、帆布等這些呢 都這個設有這些專賣的制度 那後來在1624年 他們發現說這個制度其實是有問題的 因為造成剛剛講的消費者的怨聲載道 所以他就頒布了一個專賣條例 專賣條例的目的就是把專賣制度廢掉 但是英國他留下一個東西 就是如果這個新的東西是你自己做出來的 而不是從外地去進口來的 那我還是給你一個14年的專賣權的保護 那因此可以說在之後 在專賣條例之後 很多商人先前透過專賣的制度賺到了很多錢 那他們為了要能夠繼續維持他們的獲利 所以他們就把賺到的錢呢 就去提供給很多研究機構去做創新的研發 因為英國的專賣條例規定 只有你自己創造出來的新的東西 才可以獲得專賣權 那他們為了要獲得專賣權 所以就很努力的自己去從事研發 那這裡包括這個 這個是瓦特 那他發明蒸汽機 是蠻重要的一個人物 那這個 這個就是他當時所畫的這個蒸汽機的草圖 那這個 這個就是在英國的Science Museum 剛才這段照片都是我自己用相機去拍下來的 那在這裡英國的博物館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去看 那博物館不收錢 所以大家隨時可以去 那我去英國開會 那有時候結束得早 在這個博物館關門之前 就趕快隨便找一家衝進去看一看 那這個收穫也蠻多的 那你看 他1776年就完成了一個大型的這種蒸汽機 然後這個1782年 他就獲得了一個回轉式跟復動機的一個專利權 那也因此 這個促成了英國的工業革命 那1776年如果說你們學中國歷史的話 是在什麼時代 康熙嗎 還是後面一點 誰 誰 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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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潛龍的 在潛龍的時代 那 英國工業革命 你知道 蒸汽機一發展出來之後 接下來他們就能夠做很多東西 特別是說像這個輪船 所以英國的這個海軍 能夠稱霸世界 這個也不是浪得虛名的 那這個英國他工業革命之後 就整個產業的發展就蒸蒸日上 跟歐陸的這些國家 因為廢掉了專賣的制度 就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所以歐陸國家他們其實一開始搞不清楚狀況 說為什麼一樣是廢掉專賣制度 那歐陸國家就不行了 但是英國卻這個有工業革命 蒸汽機等等這些工業的發展一直在往前走 那他們就派人到英國去考察 發現說原來英國他廢這個所謂的專賣的制度 並沒有廢得很乾淨 他們留下了一個剛剛講的 你用發明的話 我還是給你一個特許權 所以歐陸國家回去歐陸之後就開始說 那我們要恢復特許 恢復發明的特許 那當然因為特許的制度 在歐陸國家過去也不是沒有實施過 然後也造成了很多的問題跟疑慮 所以當這些去考察回來的人又在主張說 我們要恢復特許 那就遭受到非常多的反對的聲浪 但是後來也終於他們就克服了這些反對的這個聲浪 然後呢制定專利法來保護來鼓勵研發 因為如果再不鼓勵研發 那這個英國越來越強 那以前在歐洲這個也都是打來打去的 那大家都很怕被英國消滅了 所以這個大家就恢復了特許的這個制度 那這個法國也是一樣 那德國也是一樣 那德國這個甚至於這個當時有一些反 這一些專利的一些運動等等 但是不管怎麼樣 到最後對歐洲來講 這個專利制度變成是一個 這個很重要的促進了這個歐洲的技術的這個發展 那你看萊特兄弟他們在1903年 在這個國父完成革命之前 他就在天上飛了 然後1906年他也取得了這些超控飛機的一個專利 所以這個他們的專利的這些制度 發展真的是蠻早的 你看看更早之前埃迪森 他這個在1880年就申請專利 然後這個83年跟美國專利局在打官司 那當時這個你看看在中國是什麼朝代呢 一八八幾年的話乾隆的嗎 清末 所以這個從這些發展來看 當然八國聯軍一來 中國就沒戲場了對不對 人家能夠這個船間這個炮利 那能夠這個遠渡從洋而來 這個呢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回事 那這個愛迪森說天才是百分之一的靈感 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在座如果有理工科的同學就知道說 真的是要汗水 因為很多理工科的同學 都被老師這個在實驗室裡頭操 這個然後呢 就要經常要做實驗 然後看實驗的成果到底是如何 所以各位法律系的學生 你們要覺得你們很幸福 至少老師不會叫你們在實驗室裡頭 看法條怎麼樣成長的 那理工科的同學 因為真的要花很多的時間 很多的汗水在這上面 然後更重要的是說 他們所獲得的這些助學金往往不成比例 因此這個很多理工科的學生就會起來 這個要組工會 然後希望能夠獲得一些合理的待遇 那在法律系學生 這個基本上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其實就整個社會的發展來講 有制度跟沒制度這個差異是很多 像上次講過中國有幾大發明對不對 但是發明並沒有被延續下去 中國古代其實像這個船 鎮河下溪一樣對不對 這個船的製造技術其實也蠻不錯的 但是鎮河的船應該是都是用帆船吧 是不是 應該沒有用蒸汽機吧 如果用蒸汽機的話 可能就可以打敗英國了 用風帆靠風的力量 那這個過去我曾經看過一個Discovery在演 說這個中國的古代的發明到底有哪些 那這個Discovery它就超出了大家能夠想像的範圍 他說現代的巡弋飛彈其實是中國人發明的 巡弋飛彈 為什麼巡弋飛彈是中國發明呢? 因為中國當成很多船嘛對不對 然後是打海戰 那打海戰就是這個炮啊 就是說這個不要飛得太高這樣 讓人家看到飛低一點 那這個就蠻類似巡弋飛彈嘛對不對 接著海面走這樣子 然後據說這個Discovery那個影片很有趣 他就去演說這個當時這個利馬豆啊 利馬豆是去拜訪中國的哪一個皇帝 萬曆年間 那之後哪一個皇帝我不曉得 然後他就帶了一個這個歐洲啊 用齒輪座的時鐘 然後就獻給了中國的皇帝 然後呢 皇帝跟百官啊 都在那邊看了這樣子 這個目瞪口呆 覺得說哇 居然能夠做這樣的東西 齒輪真的也是很重要的東西 齒輪再加上蒸汽機幾乎是無往不利 很多事情都能夠做 那當然這時鐘沒有蒸汽機啦 他就純粹用齒輪 那結果在Discovery那個節目裡頭 他就說中國人其實忘了 齒輪是中國人發明的 他發明的時間比這些義大利啊 這些歐洲國家發明齒輪還要早 然後呢 他說這個齒輪在早期 我忘了他講是哪一個朝代 被發明出來 那這個齒輪的作用是什麼 齒輪的作用就是給皇帝用 而且全天下只有皇帝一個人 有這個資格 有這個能力去用這個齒輪 因為這齒輪上面呢 這個可能大概記載了每一個妃子 他的什麼時候是排卵的時候還是什麼 我不曉得 那然後呢 這個皇帝每天就要看說 他今天要跟哪一個妃子刑防才能夠得龍子 那這個不是一般老百姓用得上的東西 對不對 那從此之後大概就是曾經一兩個朝代出現過 然後從此就失喘了 就不見了 那如果當時能夠把他發揚光大的話 那搞不好是中國皇帝拿時鐘去給歐洲的某一個皇帝 這個耀武揚威一下 給他看說你看我們做出來的時鐘 那所以說其實中國是有很多不錯的法民 但是這些他沒有制度化 那沒有制度化的結果 就不能夠產生一般性的誘因 那講專利這樣子的一個發展的過程 其實很重要的是說 大家必須要從他的發展過程中 了解專利權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還有專利權他要怎麼樣去設計他 讓他享有什麼樣的權利的內容 我們從剛剛講的這樣的一個發展的過程 從他一開始就是一種特許 你來看特許他本身就是一種賣權、壟斷權 壟斷權的意思就是他是一種排他權 可以排除他人來進入市場 這個市場唯果所獨佔 只有能夠賣 別人不准賣 因此你賦予產業一個排他權 這個確實對產業界來講 會是一個不錯的誘因 因為他就能夠獨佔、壟斷 這個權利所帶來的經濟利益 但是這樣子的壟斷權 因為他會把其他的競爭者 把他阻絕在競爭在市場之外 不要讓大家來做相同的商品 或者是說這個進口相同商品來賣 所以基本上這樣子的一個專賣權、壟斷權 他是反自由競爭的 跟現在的自由競爭的體系 其實是不符合的 所以在歐洲他們這個過去在發展上 剛才講說這個因為一開始 只要你能夠拿出新的東西來 我就給你一個特許 給你一個專賣權 那到後來幾乎市場上所有的東西 都有專賣、有特許權 所以專賣這種特許權呢 其實雖然說他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誘因 但是你不能夠給的太多 你給太多 就是說整個市場上的競爭機制 就完全就沒了 那沒了 受害的最大的就是消費者 所以專利這樣子的一個形成的背景 讓我們知道說 為什麼現在還要有專利制度 因為政府要鼓勵產業發展 有的時候政府說 我們要促進什麼生技產業發展 所以說這個生技的這些專利 我們強調 那我們要強調這些資訊產業的這些發展 因此資訊專利 那這方面也很重要 包括電腦的這些相關的專利等等 或者是說有的很重視醫藥品的發展 因此醫藥品的這些專利 你要怎麼樣去這個賦予它 讓這些產業界他們能夠受惠 能夠獲得經濟利益 那這個是蠻重要的 但是問題是說 因為這些都是反自由競爭的 你如果給太多的話 會造成整個社會 它就沒有自由競爭的機制 因此你們會看到說 在各國專利的賦予的時候 這些專利權的內容 其實你要得到一個單利權不是那麼簡單的 你要經過審查 要經過很嚴格的審查 甚至於說它的這個保護的要件 也是非常的嚴格 跟著作權 著作權基本上就是採取創作保護主義 你創作完成了 你寫完了就受到保護 沒有人審你 這是截然不同的 因為著作權以前上課沒講過 它的排他性的效率是比較弱的 壟斷性的效率是比較弱的 對社會的影響其實不強 因此這種權力 比較弱勢的這種權力 你給它比較長的時間的保護 或者是說你給它比較低的保護門檻 其實影響不大 但是專利權 因為它的這個排他性的這個效力 是很強的 那你如果不嚴格的去審查它 沒有要求比較嚴格的要件 那這樣子強的排他性的這個效力 就會使整個社會的競爭機制就瓦解掉 所以各國不只是給專利的時候要審查 甚至於說專利的保護的要件 或者是保護的期間 譬如說我們就再舉個例子說 專利的保護期間好了 你看看著作權的保護期間 台灣的著作權的保護期間 其實比各國已經短了一些 很多國家是保護說作者的終身 然後死掉之後再起算再保護個70年 台灣是死掉之後再起算保護個50年 差20年 但是你看只要他活著 他就他的狀身就都受到保護 然後再extra再加上50年 因為他保護期間真的是很長 那你看看專利 最長的發明專利保護20年 而且這20年還是七折八扣的20年 不是說我今天提出專利的申請 然後他審查下來了給我專利證書 然後我從領到證書的那一刻 開始我享有20年的保護 No 不是這樣子的 他是從你申請日開始起算保護20年 你說從申請日開始起算 可是問題是說那他要省多久呢? 沒有人知道他要省多久 OK 快的兩年三年你就應該是很高興了 慢的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都有可能 OK 那你說好吧 我們就舉個折衷 譬如說六年 你申請之後 六年之後他專利終於下來了 你拿到那個證書20-6 你實際上受到保護的時間就只剩下14年 你說你怎麼可以這樣 怎麼要請求國家賠償 說你省那麼久 為什麼不省快一點 你省快一點的話 我就可以多保護一些年限 No 沒有這種事 因為專利證本來就不希望你擁有太久了 這個壟斷 那世界各國都是如此 不是只有台灣是如此 各國都是如此 都是從申請日開始起算 因為這個他們就覺得說 專利的這個保護期限越長 其實是越不利這個產業的發展 因為其他的競爭同業就完全被阻絕 在這個技術之外 你不能夠去信用這個技術 那這個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OK 那你看剛剛這些 這些愛迪生他們申請這些專利 打這些專利訴訟 這個美國在1790年就頒布第一部的專利法 然後1802年就設了USBPO 那美國的專利其實是很多的 目前全世界三大專利的資料庫的系統 一個就是美國 另外一個就是日本 然後第三個就是歐洲 這三大資料庫 可以說人類有90%甚至於95以上的科技 都在這幾個國家的專利資料庫裡頭 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這些各個國家的這些專利資料庫 就代表人類的這個一個 這個科技發展的一個這個成果 那當然科技發展到底是好或者是壞 這真的是很難說啦 那這個有科技發展 那我們有車子可以搭 有蒸汽機 有那個慢慢有汽車可以搭 但是問題是說 那好像也造成很多污染嘛 對不對 那像現在我就覺得很痛恨了 就是在街上你站在路邊 然後一部某都是揚長而去從你前面這樣跑過去 然後背後這個車後帶著 這個一大片的氫煙這樣子 那這個我覺得說 他有沒有侵犯到我的呼吸權 那我本來我可以呼吸乾淨的空氣啊 他這樣子跑過去 那然後他當然他還是呼吸器全空氣啦 但是他這個留下那麼多的廢氣 那這個可能會影響到我的健康啊 那怎麼辦 你們可以想像到你們小的時候看過手機嗎 不會吧 你們小的時候一定有 你們小的時候就有手機了 有人看過第一代的手機嗎 真的你們看過你們那麼老啊 不會吧 在博物館你看到了嗎 第一代的手機是 就是那個立法委員羅浮柱 他拿在手上砸人的 好像是叫做黑金剛還是什麼 好大的一支啊 對不對 那到現在手機變成那麼小 那這個像這個過去美國在發射這些人造衛星 或者是說這個到月球去登錄 所使用的那些電腦 那其實他們的功能跟現在完全不能夠相比 現在可能一部電腦就搞定了 他過去整個可能NASA所有的電腦的總和這樣 所以未來科技會怎麼樣再發展 真的是不知道 那以後你們一定要記得這一幕 說你們曾經在103的普通教室上課 然後對著你們的孫子講說 我們當時還是用有一種東西叫做投影機的 把他投在兩個帆布上面 那你們的孫子就跑到博物館去看看說 哦 原來古代的人就是這樣子的 那你們孫子的時候呢 可能這個就是這個他顯影 在空氣中大概應該技術應該都成熟了吧 所以說像那些阿凡達那些技術對不對 以後你們的孫子被 可能老師上課的時候就手一抓 然後在這裡就把一個影像丟到你們的頭上去 你們的眼前去 說這個就是這樣子 那不要講說這個 再想一想說手機 你們能夠想說10年後的手機會是什麼樣 我覺得10年後根本不會有手機 我們就直入晶片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啊 對不對 那直入晶片就直入嘛 對不對 那這個人體也能夠發電嘛 對不對 因此你可能也不太需要充電 不需要電池嘛 對不對 那這個要打電話的時候 可能耳朵稍稍拉一下 這個 這是很難說的 所以未來科技的發展 基本上我相信在這個專利制度的這個帶動底下 大家還是會繼續往前走 但是要注意就是說有很多發展的本身 其實會產生一些負面的因素 那這些負面因素你如果沒有去克服它的話 它往往也會抵消了你的這個發展 那這些發展包括一些生技的發展 包括一些這個激改 商標 其實在歐洲你們如果去看的話 很多城市啊 這個都會有自己的一個標示 那一個商品把商品把它做一個標記 其實在歐洲啊 過去用了很多 像剛剛講的說行會 你要加入 你要做某樣子的一個行業 譬如說你今天你想要做乳酪來賣 在歐洲乳酪是非常普遍的 那乳酪絕對不是說像各位在那個高屏面 可以看得到那種乳酪 但是乳酪都是一個一個都像輪胎那麼大這樣 那種大大的那種乳酪真的是很重那樣 那你必須要加入這些當地的 乳酪的這些工會 然後你才可以去賣 你通過這個工會的一個認證 它表示說你這個乳酪是在這一個產區所生產的 然後甚至說你這個乳酪具有什麼樣的品質 然後呢 它通過它給你一個mark 那這種其實就是一個所謂的驗證的標記 表示這個商品具有一定的品質 但是還有其他的商品的使用 商標的使用是用在 直接就用在商品上表彰 它不是說某一個工會 而是某一個生產製造的人 因為過去有很多商品 它可能在運送的過程中 會遭遇到一些風險 譬如說被人家打劫 或者是說發生船難等等 那這些東西如果被找到之後 上面沒有任何的標示標記 你根本不曉得這些東西是誰的 因此他們就很習慣在自己的 生產的商品上面會去落一個自己的一個標示 來作為一種區別 它跟別人的一種區別 所以在歐洲可以說是非常的普遍 那商標它最重要的就是 上次講過讓消費者能夠來區別 它所要選擇的商品 然後知道這個商品它是具有 這個表彰來源的功能 那而且甚至於說會產生所謂的信賴的功能 因為這個商標如果它的商品的品質 一直是不錯的 那你看到這個商標 你可能就會對它所產生的商品 會有一些這個好感 或者是說覺得品質是可靠的 那如果品質是可靠的 那你可能也會用了之後呢 就一船石石環板告訴人家 說這個像什麼樣的品牌的東西不錯 因此通常一般講起來商標呢 它就具有這一些這個功能 不同的這些功能 好 那台灣實施智慧財政權法呢 是從1899年開始 這個在民國成立之前 在日本時代 日本人的治理統治底下 日本人就把他們在日本的法 直接就用到台灣來 那這個1905年 1899年就實施了特許法 就是我們的專利法 那異將呢 就是我們的設計專利 新式樣專利或者設計專利 然後商標法跟著作選法 然後1905年又實施實用新案 就相當於現在的我們的新型專利 那1945年 這個國民政府來台之後 就把他在中國大陸那個時候 所制定的那些法律把他搬過來 然後呢來用 但是過去其實一直並沒有很重視 這些智慧財政權的東西 是後來因為被美國談判的要求 以及我們要加入WTO的國際組織 所以我們才對智慧財政權的這個發展呢 這些法治去重視他 那這個修法的頻率是非常的高的 那我們在這裡1999年成立了智慧財政局 之前不叫做智慧財政權局 之前專利商標 就是經濟部的所謂的中央標準局在管的 那著作權就是在內政部的 著作權委員會在管 1999年把他合併變成是一個智慧財政權局 然後幾年前2008年 有鑑於智慧財政權的案件的訴訟的 專業性跟複雜性 因此就設立了智慧財政權法院 那這個上一次的專利跟著作權的 這個專利跟商標的修法 是在2004年 那最近講2011年 這個又通過了商標法跟專利法的修法 那目前新的商標法已經施行了 生效了 但是這個專利法預定是明年的1月1號生效 2011年的年底通過 要到2013年的1月1號在正式生效 那我前兩天又跑去找一個立法委員 又提出一個專利的修正案給立法委員 希望能夠這個再做一些修正 好 那看過智慧財政權的整個 它的發展的這個過程 讓大家對於智慧財政權的本質 能夠多多少少有一些了解 為什麼會要智慧財政權 那智慧財政權基本上 如果說你從它是否有人的精神創作 在這裡頭來作為區分的話 你可以分成兩大類 一類是保護人的精神創作 這種情形就包括像專利 發明專利跟心形專利 然後還有著作權 這些都是在保護精神上的創作 只不過是說專利 是在保護技術上的精神上的創作 那著作權是保護文化上的 文化上的這個精神的創作 那這一類因為都是精神創作 因此就跟一個人的人格的展現 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不管是專利法或者是著作權法 它除了財產權之外 也會有人格權 那專利的人格權最主要就是表現在專利的 就是一個技術的發明人的姓名表示權 他可以在申請專利的時候 可能因為他是受雇人 那專利權是歸屬於雇主的 但是受雇人他可以要求在申請專利的時候 在申請書上發明人這一欄 寫上員工的名字 就是自然人的名字 實際上從事研發的這個人的名字 這個就是發明人的姓名表示權 那這個也是屬於特別的人格權的一種 那至於不以人的精神創作為保護前提的 這種智慧財產權 特別是像商標權或者是說像營業秘密 他們基本上就不會特別的去強調 所謂的人格權的保護 他比較多的是屬於財產權的保護 那甚至於營業秘密 他在性質上是不是屬於一種排他權 這個都還有爭議的 商標權是一種排他權 沒有問題 所以你如果沒有得到商標權的同意 去使用這個商標 用在相同或者是類似的商品上面 你就會構成商標權的侵害 但是營業秘密的保護 並不是說你使用的營業秘密 跟人家相同的營業秘密 你就一定會構成對人家營業秘密的侵害 而是要看你的營業秘密是怎麼來的 你如果自己研發出來的 那對不起 營業秘密的擁有者 人家並不能夠禁止你 除非你是用不正當的手段 來取得這個營業秘密 人家才可以禁止你 所以嚴格講起來營業秘密 它不算是一種所謂的排他權 不是一個exclusive right 好 那這個上次我們也約略提過 智慧財產權跟有體財產權之間的關係 跟民法上所規定的有形物之間的關係 那像大家學過物權都知道 物的所有權能它享有三個權能 使用 收益跟處分權這三個權呢 那這三個如果今天它是一個單純的 一個所有物 一個有形物 這上面沒有負債任何的 物體財產權在這上面的話 那它高興怎麼樣使用 高興怎麼樣的收益 高興怎麼樣的處分都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這東西上面是附在 有受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東西的時候 那往往智慧財產權法的特別規定 會限縮了民法上所賦予的這一些 所有權能的使用收益處分權 那譬如這個就使用權來講好了 上次講過你高興怎麼樣用 就怎麼樣用 如果這東西沒有受到保護的話 但是如果這東西是一本書 這上面的內容是受到做權法保護的話 你就不能夠隨你高興怎麼樣用了 至少你不能夠拿它去任意的去copy 雖然說copy也是一種使用的方式 但是copy是法律保留給 這個著作權能的權利 所以書的所有權能它可以禁止你任意的去做copy 就讓你的copy的使用權就受到影響 那收益就接觸到譬如說出租 你今天如果說是一個有行物的所有權人 那你高興譬如說你用一部腳踏車 然後你要把它出租給人家 或者是說你有一部汽車 把它出租給人家 這基本上都沒什麼問題的 但是你如果今天是有這個 這個音樂的CD 或者是電腦程式 那在著作權法以後就規定 電腦程式跟CD是不可以出租的 除非你得到原著作權人的同意 所以你們不會看到有CD出租頁 只看到這個DVD影片的這個出租 但是不會看到音樂CD的出租 因為著作權法禁止這件事情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你雖然擁有一張光碟片的所有權 但是你這東西因為它是音樂的CD 縱使你是買來合法的 你也不能夠去出租 但是你如果今天買的是一片電影的DVD 那在我們的著作權法上 只要你買的是正版你是可以出租的 那這個呢 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以後我們再談 但是就在這裡就告訴大家說 這些物的收益的權利 其實是受到這些特別法 無體災難權法的影響 它會使得一個擁有者他所享有的權利 跟一個一般的物的所有者 所擁有的權利是不一樣的 那儲分權也是一樣 那這個你高興你有一個物 你高興賣給誰就賣給誰 但是如果你這個物是一個盜版物的話 其實你賣的行為 就會構成對著作權的情害 因為這個著作權是禁止 這些盜版物的任意的流通 所以著作權權他可以禁止你 因此會使得你的處分的權限受到影響 那如果說從權利的發生、移轉、消滅 或者是侵害來看 其實有體物跟無體物 跟這上面所保護的這些創作內容 其實也不太一樣 譬如說你今天去一個這個看到一個街頭畫家 然後呢你就坐下來 然後呢讓他幫你畫一幅畫 那你就付了錢 那畫完之後呢 這個你付錢他就把這幅畫交給你 那在這個時候你所取得的是什麼 你所取得的是這幅畫的所有權 但是你並沒有取得這幅畫的著作權 他移轉了畫的所有權給你 但他並沒有移轉畫的著作權給你 就好像上次講過 你去書店買一本王子健老師的書 你買到這本著作權 你也能把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那這個 另外譬如說 這個有時候經常喜歡舉的例子 這個假男寫情書給姨女 這個現在已經很少見了 現在都是發簡訊或者是說寫E-mail 對不對 這個 那剛剛講說 我們舉例啦 這個假男寫一封情書給姨女 我們就講說實體的書信情書好了 如果今天假男他不是從情書大舔去抄的 因為也有可能去情書大舔抄嘛對不對 那如果去抄那當然就沒有著作權嘛 那譬如說假男他就寫給姨女 然後信就寄到姨女的手上 那這個時候呢 請問這一張紙的所有權是誰的 姨女的吧 對不對 就好像我剛剛收到那一封信 這封信所有權是我的啊 我以後高興把他表起來來賣 這是我的事啊 對不對 我在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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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取得物資所有權 所以姨女取得物資所有權 那如果今天姨女收到這一封信 然後呢覺得說 這假男女根本花心大蘿蔔 同樣的信的內容 我在其他的同學那邊有看到過啊 又不是只寄給我 然後他覺得說這個假男這樣子的行為 實在是很不可取 然後呢這個一次要腳踏數條船 其實可能連怕都還沒怕到嘛對不對 他只是在追求 那這個姨女啊 他可能譬如說就把這個假男的信 就把他貼在教室的公佈欄上面 所以大家看喔 這個有收到訪問的信的人找我報到 我們組個小隊一樣 你去找他聖誕那樣子 那這個叫做公開展示 或者是說這個公開展示可能還沒什麼問題 但是你如果說把他的信 把他copy數份然後給人家看 或者是把他掃描 把他貼到網路上面去 像這種都可能會構成人家的著作權的侵害 因為人家寫的信給你 只是移轉物質著作權給你 並沒有移轉這個信的內容的著作權給你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你不能夠這個任意的去使用 要不然有可能會構成對著作權的侵害 那如果今天姨女她看了這封信之後 然後哈哈大笑 然後就把這封信給撕了 放發火把燒了 都沒事 為什麼 因為已是所有權人嘛 他高興怎麼樣做怎麼做 著作權話也沒有禁止說不能夠燒書啊 對不對 不能夠撕這一些東西 沒有啊 因此以去把這個書 把他毀損掉的這個行為 其實不侵害著作權法 而且以他是所有權能 他基於他的這個所有權能的權能 他可以做這些事情 所以從這裡大家就可以知道 就是說你擁有一個有體物的所有權 不見得是擁有這個有體物的 這個上面的這個抽象的內容的著作權 那這個移轉也好 或者是權力的這個消滅也好 這個 如果你今天這個姨女 他把這一封信給就是毀損掉了 那在這種情形底下 如果這個賈男他其實並沒有那麼滑心 他只是寫給姨女 就是這麼唯一的一封信 是他的墨寶 賈男寫給姨女 那姨女就完全不領情 就把他給毀損掉了 在這個時候 縱使賈男他有著作權 他也不能夠對姨女去主張著作權的侵害 對不對 所以這個姨女要什麼樣子 才能夠構成著著作權的侵害 姨女去毀損 這一些東西其實不見得會構成 對著作權的這個侵害 但是他使用的方式不見得去毀損 像剛剛講的 他去把它copy 或者把它放在網路上 那他對實體物並沒有做任何的毀損 但是他在利用的方式上 卻有可能構成對著作權的侵害 OK 那在民法上經常會產生一些問題 就是說那著作的這些財產權 這些智慧財產權 它是否可以實效取得 在各位如果說學過物權的話 就會學到說你如果和平公然 佔有他人之物 達到一定的時間的話 那原則上 我講的是原則 你就有可能依照民法的規定 來實效取得 那這種情形這個基本上是因為 你佔有這個有形物 這樣子一個佔有的外觀 那法律上基於法的安定性 讓你在長時間的佔有之後呢 就這個特別規定說 你取得物之所有權 這個叫做實效取得 什麼東西 這個我們現在講民法 那個是國際公法的這個問題 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這個完全不同的法律 這個要去問江皇子老師 那這個至於說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指的就是說 一個無權處分的人 譬如說今天這個甲 把他的東西寄放在乙那裡 然後乙呢 甲也沒有叫乙賣 那乙呢因為手邊一時缺錢 就把甲寄放在乙那裡的東西呢 就把他拿去賣給第三人 那在這個時候 乙並不是所有權人 甲只不過把東西寄放在乙那裡 乙呢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他把他賣給丙交付給丙 移轉所有權給丙 這樣子的行為在民法上就叫做無權處分 好 那民法在物權有一個特別規定 就是說在這種無權處分的情形底下 只要丙是善意的 丙他可以主張善意取得物之所有權 所以在這個時候如果丙是善意了 縱使乙是沒有處分權的 這東西不是乙的 那事後甲發現說 這個東西怎麼在丙那裡 去找丙算這樣 那丙說 我這種東西我從乙那邊買來的 那我也不曉得這東西不是乙的 我以為是乙的 在這個時候丙是善意第三人 他可以受到保護 那這個叫做善意取得 好 那基本上民法之主以後這樣的規定 是因為乙呢這個佔有這個物 然後乙把他賣給丙 那這個丙就看乙佔有這個物 就信賴乙呢是所有權能 要不然乙怎麼會佔有這個物呢 信賴他這個佔有的外觀 那在這個時候法律上 就特別去保護善意的第三人 來維護交易的安全 那這樣的制度 在智慧財權到底可不可以適用 今天講 他可能譬如說把他的這個 著作權這個交給乙 譬如說他授權給乙出版社 讓乙去出版這樣子 那結果乙出版社呢 就把這個權力呢 把他賣給丙 那賣給丙的這種情形 這個丙可不可以主張說 我是善意的 我不曉得說這個出版社 乙他是沒有權力來賣這個東西的 然後丙他主張說 對不起 這權力算我的 那如果這樣子可以成立的話 這個對原作者其實是造成很大的一個風險 因為這個甚至於說 這個王子健老師的書 有可能因為這個某一個出版社 然後把他賣給一個非法律人 非法律人更不曉得王子健老師是誰 那他就說這個善意的 然後他就主張善意取得 那著作權就不見了耶 那這個跟著作權法去鼓勵創作的這個精神 是不符合的 智慧財產權法基本上不是很重視交易安全 因為他是無體財產權 會重視交易安全那樣子的 可以去保護一個佔有的外觀這件事情 基本上是在有體物的領域 才會去處理這件事情 在無體財產權一般學說通說 都不認為說他有善意取得的使用 那智慧財產權裡頭有一些人格權 那這些人格權跟民法上面的這個人格權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 特別是說經常一起討論的就是肖像權跟照片 照片就是一種攝影著作 今天講他這個譬如說到這個婚紗攝影去拍了 這個結婚照 那然後呢 這個譬如說影婚紗攝影的這個婚紗攝影店 他就幫他拍攝 那請問在這個時候 著作權到底是誰的 就是這個照片的著作權到底是誰的 那依照我們的著作權法的規定 這以後我們還會再談 這個原則上著作權到底是歸屬於誰 要由雙方去做約定 如果沒有特別約定的話 是屬於拍攝的人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婚紗公司 以他取得了這張照片的著作權 但是照片裡頭可能是假的肖像 那以可不可以把這張照片 把他拿去公開出來 那這種情形特別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像狗仔隊所拍攝的這些照片 狗仔隊拍攝照片沒有得到人家的同意 那有時候甚至於是會侵犯到人家的隱私權 但是無論如何 狗仔隊他所拍攝的照片是有著作權的 是狗仔隊他擁有的著作權 看他跟他的僱主的關係到底是怎麼樣 那在這個時候如果說他把這張照片 拿去賣給報社 那報社把他刊登出來 然後可能對照片中的人 造成了一些人格或者是生育 名聲上面的一些毀損 因為像最近不是那個英國的那個王妃嗎 是王妃嗎 那他就被這個一些小報 就刊登了很多一些不雅的照片這樣子 那在這個時候 我不曉得他很想去告他什麼這個侵犯隱私 或者是說什麼名譽啊 不曉得 但是無論如何 畢竟他是照片中的人 他是擁有肖像權 或者是說他是擁有隱私權 那今天這個拍攝的人 他去公開這些照片 他可不可以主張說 我是拍攝照片的人 我享有著作權 著作權法裡頭規定 著作權人享有公開發表權 因此我高興把他公開發表 我就公開發表 那他這樣的主張 那如果人家來主張說 欸 你不行啊 你這樣公開發表侵犯到我的隱私權 我的效應權 那在這個時候就產生了一個衝突 說到底是著作權大 還是隱私權大 因為著作權賦予他說 你可以去公開發表的權利嘛 那可是隱私權他會覺得說 欸 那你這樣的公開發表的結果 侵犯到人家的隱私權 那基本上一般是認為說這個肖像權 如果說跟這些著作權是有衝突的話 基本上肖像權這些人格權 是應該受到更大的保護 因為這些肖像權或者是說隱私權 是一個人他生存發展的一個 很核心價值的一種權利 那他不應該說 欸 照片的拍攝者主張說他有著作權 然後呢 就來這個排除 這一些肖像權的存在 或者是排除這些肖像權的主張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個應該是肖像權的這些保護呢 他比著作權 智慧產權的這個保護 還要來得更重要 那在這個過去曾經有過一個案例 那個案例呢 是林木一郎 他是西雅圖水守隊的 現在不是了是不是 現在什麼 紐約洋機 先前 那他呢 這個台灣的某一家廠商 就拿他的照片來用在商品上面 跟車廂廣告跟百貨公司的專櫃上面 事先完全沒有爭得人家的同意 那林木一郎就告說 欸 你這樣子侵害到我的肖像的權利 那要求必須要賠償 那除此之外 林木一郎也主張說 通常一個廠商要用我的肖像 必須要得到我的授權 那你必須要擠付授權費 那你沒有給我授權費你就用 那你必須要補給我這些授權費 那結果我們的法院最後的判決的結果 是認為說 人家把你拿來做各種廣告使用 這個是不是有欺愛你的人格權 這個是有問題的 因為人家也把你放得好好的 沒有詆毀你 然後呢 還歌功頌德一番 說喔 你是這個什麼 這個紀錄保持者 這最多的安打嗎 還是全雷打 安打的這個紀錄保持者 然後呢 你看人家這樣子用 完全對你的名譽無傷 所以呢 不會構成對名譽權的侵害 至於說這種這個授權的商業利益的損失 那法院居然說 人家用的也並不表示 你不可以授權給別人啊 所以你還是可以從別的授權關係上面 拿到錢啊 所以你雖然有紀錄上的損失 但是損失一點點而已 沒有很大 然後最後呢 象徵性的判被告 賠一些錢給原告這樣子 多少 100萬 沒有啦 沒有啦 他是請求500萬吧 他只有150加350 只在一審的時候 150加350是不是 對 如果其他好像名譽回省的部分就多掉 對 那這樣怎麼會350呢 350他還說他沒有做到多大的損害 好像最後是給50還是100萬 忘記了 嗯 第一審是判 沒有 他沒有寫不到1 比150加350 如果沒記錯的話 那這個一審是判給他了 原告就全勝 那二審呢 就認為說 人格權沒有影響 因此人格權不用給 那授權的損失這一部分 這個只要給一點點就好 那最高法院認為說 高騰法院講得對 把他維持下來 所以像這種情形其實 這個判決就實在是有點瞎 因為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這個林志玲對不對 這個不曉得華航花了多少錢 請他去做代言人嘛 很多名模啊 知名的隱姓啊 像你們男生很多在廁所 就可以看到劉德華啊 不是嗎 他授權那個誰哪一家 這個用在這個馬桶上面 對不對 所以這個男生上廁所的時候 就可以盯著劉德華看這樣子 那在這樣的判決下來之後 其實你高興用誰你就會去用誰 你根本不需要事先得到同意 因為他覺得說 你只要把他用得美美的 用在馬桶可能會有點問題啦 但是你如果把他拿在月曆啊 公眾市產品啊 把他放在專櫃啊 吃項廣告 把他拍得美美的 對不起 這個對他人格有加分作用 沒有迴損 那要給授權的這個費用也不會很多 所以這個其實這個判決 是有點這個離譜的一個判決 那另外一個在跟人格權的關係 就表現在說特別是著作權法上 製作權法上通常是會作者他要求說 那你必須要表彰我作者的姓名 那特別是說在僱傭關係底下 如果雙方沒有特別的約定的話 依照著作權法的規定 這個創作的受僱人享有著作人格權 僱主享有著作財產權 但是在這個時候就會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說那僱主只擁有著作財產權 他不擁有著作人格權 著作人格權是在員工身上的 所以如果今天僱主譬如說是一本書 他要新書發表 什麼時候要新書發表 必須要得到受僱人的同意 或者是說書發出版過了一陣子 他要改版 要改作 這個也必須要得到原作者的同意 那這個可能就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所以經常在僱傭關係底下 僱主會去約定說 好 著作人格權給你沒有關係 但是你不可以對我行使著作人格權 你可以對別人去行使著作人格權沒有關係 但你不能夠對老闆行使著作人格權 老闆要把你改書 那你就必須要接受 但是如果任何一個第三人 他任意的去改這個書 這個影響你的名譽 你可以對他去主張著作人格權的侵害 那這個在這個智慧財產權 在製作權的這個領域其實也是蠻常見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看國際條約 國際條約蠻重要的 特別是兩大國際條約 一個WIPO世界智慧財產組織 1967年成立的 那這張照片是我兩年前吧 這個去WIPO開會的時候拍的 這個去到的第一天水柱還有 那我就拿起照片來就隨便拍一下 想說第二天再來好好拍 結果第二天就沒水柱了 因為他噴水柱 這個是在日內瓦的日內瓦湖 他有一個很知名的水柱 這個噴得很高 世界大概是最高的吧 那WIPO這個是當然這個 WIPO不是這根水柱 大家不要看錯了 WIPO是這棟建築物 世界智慧財產組織 那它是屬於聯合國底下的國際組織 那只要是聯合國底下的組織 那我們就沒有任何的機會參與 因為我們退出了 我們老講就把他宣告說聯合國已經死亡了 那可是好像還沒死欸 還活著 但是我們就不能夠去跟一個被宣告死亡 沒有權力能力的人打交道嘛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的政府機關所有的人 都沒有什麼機會進到WIPO裡頭去 那我們學者還好 我是代表民間組織 去參加WIPO的幾個會議 特別是有關網域名稱的會議 那本來今年也要再去 但是我實在是不想去的 因為已經去了好幾次了 每次都在看水柱 太大的意義 而且更重要的是說去要自己貼錢 這個單位只補助5萬塊錢的機票 那坐那麼遠 坐經濟艙實在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因此自己就會掏腰包再把他upgrade 特別是說如果同行的是別的律師 是有一個是這個台灣的律師 那律師很有錢 那總不能律師坐商務艙老師坐經濟艙嘛 對不對 因此就打總臉充胖子 然後也upgrade到商務艙去 那這個就很重商這樣 那WIPO是目前全世界最大 最重要的智慧財產品的組織 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目前國際上 重要的智慧財產品的條約都是他在管的 你要入會或者是說 這些條約的內容要怎麼樣去修改 都是他在管的 那另外的一個單位我們有加入叫做WTO 我們在2002年1月1號加入 到目前為止總共有157個會員 加入WTO對台灣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是台灣難得能夠加入的 一個國際組織之一 而且這個國際組織裡頭有一個TRIPS的協議 這個TRIPS協議就是跟貿易有關的 智慧探權協議 T就是trade 貿易 R就是related 相關的 I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這個S就是rights後面的那個小S 那這個國際條約 WTO跟WIPO是兩個不同的體系 加入WTO不以是聯合國成員為必要 但是你要加入WIPO 你就必須是聯合國的成員 所以前者雖然說WIPO 他儘管很多的國際條約 包括我們也會談到的巴黎公約 博恩公約 甚至於說一些著作型的公約 那些公約都跟我們都無緣 我們都沒有辦法加入 但是雖然如此 我們都還是把那些公約的保護的標準 保護的規範 把它納入我們的法律體系來 來這個讓我們的智慧財產權的規範 能夠比較國際化 那WIPO在這個TRIP裡頭 他規定了很多東西 那這些東西也都是 都已經絕大部分都已經落實到 我們的智慧財產權的相關的法律頭 那這裡頭最重要的其實是包括著作權 因為過去台灣跟只有少數國家 有著作權的互惠的協定 所以早期在我們加入WTO之前 甚至於日本人的著作在台灣 是不受保護的 因為日本人跟台灣 並沒有簽著作權保護的這種協議 那很多歐洲國家 他們的著作也都沒有辦法在台灣受到保護 相對的台灣的著作在那一些國家 也都沒有辦法受到保護 在加入WTO之前 台灣跟這些其他國家有相互的關係了 大概不超過10個 但是一加入WTO之後 所有受保護的這些會員國就暴增到 當時一加入的時候是140幾個 現在上面150幾個 那這個代表著說台灣人的創作 一旦你在這裡 譬如說你在家裡寫了一個paper 完成著作 你同時在157個會員國 自動全部都受到保護 那相對的 157個會員國的任何一個會員國的人 在他們的國家完成著作 在台灣也都自動受到保護 所以可以說事實上重要的這些國家 他們的著作跟台灣的這些著作 在台灣基本上都是受到保護 是在2002年之後 那這個影響就是滿大的 OK 好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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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